3C 1.0 让你的数位生活 3C科技一点马上就零通 我是杨一梅 那我们在小农年之后呢 围起一个小时的3C 1.0 今天要告诉您科技最前线的五大科技新闻 另外手机的规格越来越好了 它的照相功能到底会不会压缩到相机的市场 如何用手机拍出更好的相片品质呢 再来在今年的连续假期特别多 想要出门走一走 或者是要点餐订餐 或者是避免车潮的服务的话 有哪些APP呢 这一小时都会带您来揭晓了 所以欢迎我们的来宾 我们的摄影达人贺珍珍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再来呢 就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心来为不吐不快就甘口 我们的电脑王阿达 阿达你好 大家好 我是王阿达 好啦 那现在马上来问一下 阿达 身为 上次来在这边 谈到了某一家品牌 这个谈论到比较中肯的批评之后呢 马上就被网友狡大败戏 但是今天我们依然要来谈这个话题 HTC The New One出来了 就我们这个单机来讲 敏出个人的 我知道你很客观啦 败不败这支手机 这支手机其实我个人觉得还不错 对 那它在硬体规格上 还有一些设计上 其实都真的有到创新的程度 但是说至于要不要马上拜 我个人建议说先稍微等一下 就是等上市之后 人家拿了之后有没有灾情 没有灾情的确定OK 那我们再去买不辞 这样子喔 可是问题的时候很多人都知道了 你产品好不好是一回事喔 但是呢你的行销策略 如果说很聪明的话 那当然是能够相辅相成了 如果说心机这么好 但是行销还是不改善的话 搞不好呢你再出再多的机皇机后 就是他说他杰出很优秀 但是并没有说服消费者说 我这个东西到底是杰出在哪里 好用在哪里 对应该是说你要去说服消费者说 我的东西是好用的 而不是说强调我多杰出 那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他2012年就去年的时候 去年喔这个1X 对1X我们有说1X 他那个时候你看他的那个广告 是一个人在那边跳伞 然后跳他不好意思他跳下来 这他到底要表达什么 没有人知道 是代表那个人跳伞很厉害吗 很厉害他嫌一个挑战高手来 还是说代表这个手机 可以一边跳伞一边拍照呢 没有意义 他变成没有打到任何的重点 这个东西他没有重点 你可以看三星在拍广告 他在拍广告的时候 他一定是每个东西每个点 都是他产品的特点 对 而不是说你像这个漫无编辑的一个人 一个人在拍照 然后在翻滚了半天 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那这个人到底是谁 关我什么事呢 对可能那更不用说像是iPhone 他们的广告推出来的 就是清晰简单有条理 直接就点点点打给你这样子 不过据说他们也是会找一些行销策略 比方说跟名人合作 Labon James我们的这个雷霸龙 Labon James来讲的话 难道不够优吗 他有跟小皇帝Labon James合作过啊 不是吗 那个这部分的话 就是说他少部分的那个加作 是 就是说偶尔有的时候会看到说 有一些明星帮他拿出来拍照 其实这个部分是做得不错 我就觉得他应该在这部分多加强 而不是说拍一些好像让人家看不懂的广告 这种比较没有意义 但是我们看到他今年的New One New HTC One 五三宾这个名称还要叫One 刚看到已经有One X One S One V One Plus 什么什么之类这么多了 为什么他在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规格 完全不一样的形象之余 他还是要取One呢 有什么样的内幕 内幕啊 这个内幕就比较难讲 我个人猜测是因为说 他去年的这个One系列 讲实话并没有很成功 那然后因为这个One系列听说是 他们那个执行长 执行长 所一手带过来的那个一个型号 他可能就想说 那这一次 以前叫N7嘛 他想说N7那我可以看 这一次我认为他一定红 对 那 压保 压保他 那我干脆就为了说证明 我没有做什么都砸锅 那OK 我就 One系列我就在翻译是 就跟New iPhone一样 向New iPhone致敬 另外一配事情 那我就来个New One New One这样子 但是到底New到哪里去了呢 这一次最大的不一样就在于说 那他们在于画素啦 像素这一部分的问题 以前看看我们现在呢 都在往高画质 还有高像素来做进竹 但这一次呢 他们却说 我们400万就够了 贺真正 我们身为这种摄影达人 他的这个画你觉得有理吗 在台湾的消费者 我们心中来讲的话 他说400万就够了 台湾的消费者 他会不会有这个画素 追求的迷思呢 这个存在吗 其实我觉得一定会存在的 因为这两天 New One他刚发表后 这两天 网络上讨论很多说 到底400万画素够还是不够 实际上很多 还是觉得1200万 1400万画素越高 照片越漂亮 我觉得不只是网络上 身边的朋友 一堆都充施这种 比较需要去 呈现的迷思这样子 但是问题是说 你说400万够了 是代表说什么样叫做够呢 如果说我冲洗相片出来的话 当然是够吗 如果说我放在脸书上面呢 基本上我觉得照片 我们相分两种用途 第一种就是说 我们会洗照片出来 当然我们都是以洗 以4×6的大小为主 那4×6的大小 如果你要看到 近看 还比较没有马赛克的瑕疵的话 基本上我们有个像素解析 像素密度的一个单位 就衡量大概300dpi左右 那所以说以4×6 洗个静置照片来讲 基本上只要200万画素就够 200万就够了 就是200万画素 不要说4×6 其实5×7基本上还是OK 那第二个用途是说 我们都是拍照片 都是传脸书最多啦 说实在话的 脸书其实它去年改版后 其实它的画者 差不多只要300万画素的话 就可以 脸书就提供一个高画质的下载 所以我觉得 不论是你是在洗照片 或者是你是在网路上 跟人家分享 我觉得New One的 它400万画素 是符合我们 现在日常 主要的使用的需求 我觉得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很多人就在说 那它到底跟1000多的那种画素 到底来讲的话 到底谁好谁坏 有人说1000多的这种画素 它就是比较好吗 你要怎么讲呢 那400多万的画素这样的话 比起来的话 数字就是硬矮人家一截 这样的说法是行得通的吗 越高了就越好吗 实际上我觉得 这个是HTC行销 要特别去加强的部分 其实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跟大家解释一下 因为HTC New One 它这是有两个强调的特点 是第一个港湾面积变大了 对 第二个是画素降低 其实我有一个比较 大概比较容易解释的例子 但我比较容易体会 假如说你是住台北 想去开车到杨明山当去泡个茶 或者看个夜景 泡个汤之类的 那假如说你今天有两台车 一个是100cc 一个是200cc的车子 那100cc你再四个人上去 也许从亚德大道上去到山顶上 可能需要三个分钟的时间 半个小时 半个小时的时间 那可是你现在只要换了200cc的车子 比较快了比较大了 可是你只坐两个人 那相对来讲的话 你从三角到山顶上的时间 那可以缩短 所以说我觉得它这次HT 它把上速降低 把感光面积提高 会提高画质 实际上就这样子观感 这样子照它的宣称的话 实际上是可以期待 画质是可以提升的 只不过它要如何 就透过行销来跟消费者 来让消费者买单 又是另外一回事咯 那我们看到的TAP2 我要告诉大家的呢 哇这就是微软了 微软老大哥 他们最有名的呢 除了就是这个WP系统之外呢 还包括他们的作业系统 但是Office系列 您知道吗 还有一个Office 365 它现在强调的是 你一个人付费 有多人可以共享 等于说是一个家庭 你的好朋友 大概五个人都可以来享受 一个人付费 但是呢 我们要请阿达来帮我们讲一下了 到底什么是Office 365呢 我们透过下一张来告诉大家 介绍一下 其实早在 2011年6月就已经出来了 不过我也知道刚刚才知道 有哪有这些东西啊 阿达来解释一下 其实Office 365 它在去年或前年的时候 就已经在推了 而且它刚上线的时候 可见的未来是应该会更不利推广 不利推广是我们看到这个 我们都透过电视来看到 它这里面的当然了 还包括呢 你可以在网路上面 能够编辑文件了 那另外呢 可以做线上会议 管理信件 建立对外的网站 好像是比较适合商务人士来使用啦 所以以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我们像看到现在的定价 一年你要付出 3610块钱的新台币 买这样的服务 但相较之下呢 这个Google的Document是不用钱的 所以它能不能够推成 这个服务败不败 恐怕呢 我们一般的消费者来讲 比较无感了 会不会这个样子 不知道喔 好那再来看到 Top3呢 要告诉大家喔 Sony的游戏机发表了 但是PS4 只闻楼梯响 不见主机出来喔 那是因为呢 他们呢 官方表示 这个操纵感喔 是比他们的主机来得更加重要 那我们都知道说 阿达本身也是玩家嘛 对不对 那针对这一次喔 你会觉得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呢 它走云端这一块 来我们先从呢 这个PS4的规格来开始讲起 我们来看到下一张 有一个PS4的规格 阿达帮我们看一下 PS4它到底有多杀呢 跟PS3比起来 已经是相隔七年了嘛 好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个PS4的话 它这一次的主机 它这个特色就是说 它是用AMD的八核心处理器 那它比较重视的是一个社群的分享机制 然后还有一个随碗随录啊 网路直播啊 好好分享 然后它摇杆有一个触控板 对 那它还强调就是说 那个你如果玩到一半卡关了 你甚至可以请朋友用远端 帮你走啊是不是 帮你通关 对 然后另外一种它还说一个跟PS3它是透过一个云端的方式来玩PS3的游戏 然后等于说是等于说无缝接轨感觉这样子用云端的方式 以前它是用硬体的方式去读 譬如说PS3刚出来的时候它是用硬体的方式去读PS2 相容的问题 对 但是现在它就学聪明了 因为这样子你的硬体的那个价格跟成本会拉高 它前阵子购买了一间云端的游戏公司 然后就变成说它现在的技术是变成 你要玩游戏就连到云端去 它把画面投射回来给你看 对 还比较方便 可是问题是啊 大家知道吗 其实呢这个游戏市场在一年 因为我们知道说暴风雪游戏公司 它光是一季 一季它的利益就已经大过洋鸡 这个棒球队伍阳鸡一整年的收获了 由于市场非常的大 但是呢一年上看800亿的商机 800亿美元的商机 百分之十倍手机游戏已经瓜分走了 贺珍珍本身也是骨灰级的PS4的玩家 你觉得即使PS4出来了 它到底有没有办法呢 是以这个主机游戏来讲呢 由这一块来扩大 来力保他们的游戏江山有可能吗 其实我觉得现在消费环境跟娱乐环境都已经在改变 虽然以前我们手机上就都玩完摊石石 我们就已经非常开心了 可是现在连iPhone甚至iPad 各种行动装置越来越普及 所以我觉得PS4 它现在主打的是一个社群分享跟云端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可以感觉出来说 这个东西不能只光它硬体 而是要考虑说它跟我们周边的生活 能不能无风格接轨的方式 所以就算是我买了PS3 可是说实在如果 以我这年纪来讲 玩PS3的人真的是少很多了 但是如果说PS4它说能够用云端去分享的话 共享一些游戏的方式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我们是可以期待 但是能不能说在游戏市场上再继续的再突破 其实我觉得我是持保留的心态 如果我补充一下 那个PS4除了刚刚讲的那几点以外 它还有强调一个联动功能 就是跟那个PS Vita 就是那个手持的 它将来也有可能说跟Enjoy手机 它的Sony手机或者说一般Enjoy手机 就下载一个App 然后就可以类似说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PS4 然后在手机上面 在平板上面直接玩PS4游戏 就画面还是很漂亮 这一样是个云端串流的一个呈现方式 所以它这次它走的是云端的游戏路线 但是它也对我们的生活是一个大革命 但这样的革命 可能还是要看看未来怎么样去做推广 不过您知道吗 想象得到吗 我们的平板都应该双手拿 单手拿 放在这个Holder上面 但是来看到我们的Top4 现在的平板怎么样操控呢 动也不动 躺在床上用你的眼球 就可以来操控了 这次日系厂商富士通 富士组 他推出了一款i-bin 只要用眼镜可以操控 我们来请阿达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透过下一张解说 来看到这个有多厉害好不好 阿达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这个眼控的平板 其实前阵子新闻就有报过 它原则上就是说 以前像我们平板的话 我们可能用手滑 对 是 然后那个在使用上 就是说 虽然一样很方便 但是我们要考量说 它有一些限制 就是说 你如果在有一些强障人士 我没手 躺在床上 或者是肌肉萎缩的 它可能手指头就没有那么方便 这个时候它可能用眼控的方式 它一样可以去做流氓网页 输入文字 或者是玩游戏这些动作 然后我看过一个影片 它是用眼睛去玩水果忍者 切水果 切水果 我可以看到那眼睛 这实在是还蛮能够训练你的视力 就像之前有那种潜水中雨蝴蝶 如果说你得到了一些可能肩动症 或者是有一些疾病的话 以前你得要用眨眼的方式 还得要再透过人家读你的眼睛 但现在你自己就可以 搞不好自己可以写字 最后它的说法 你可以看到 视线可以来roll你的网页 还可以相片说放 那甚至不要说了 APP的游戏 翻阅电子书下一页 它可以帮助我们的生活 还有我们这些健康的这些人士 可以来做到更多的体验了 不过这个眼球来控制的话 还不稀奇 观众朋友们 女生喜欢做指甲 对不对 我们的Tapify来告诉您 我们的编辑特别要做这个 因为它的指甲有够漂亮 有够长 有够bling bling的 我个人来讲我不留指甲 可是如果说指甲留得长的话 的确像我们的iPhone手机 就等于用指腹来去推动 现在出了一款触控指甲 对女生来讲是很大的福音 如果你有长指甲的话 也可以轻松触控 好那请问一下了 阿达 像这样子的东西 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那当然是有它的上机在 你像有的女孩子是这样子吗 我们一般男生在点 是用指尖这个周去点 点字或是滑动网页 对但是有的女生指甲留很长 他突出来 突出来怎么办 因为现在是电容式的 指甲点是没有反应 那如果我贴个指甲片 我是不是这样子就可以点 还有触控笔功能 可是问题是触控笔功能 像是贾博斯他就说了 我就是不喜欢触控笔的功能 而且有些人觉得触控笔 好像带了也没有什么样子的用处 而且再讲一点 像这样子叫做Nano Nail 这款指甲 它在美国来卖的话 一包六个 等于就是五个手指 再加一个补充片 然后它就要卖十美金 换算台币之下 你一只手指头的 这个一个指甲片 就要六十块钱挤在本冬 而且贺珍珍刚一直举虚牌 不好的地方在哪里 因为我觉得有两个点 第一个价格可能 如果真的上次台湾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去接触 可是最主要是说 既然都做美甲了 那我干嘛还要再贴一个贴片 在上面遮住我的指甲呢 那我会觉得说 因为我有学生 他是做美甲的 然后我就经常在看他 现场去贴的课 课人他会要求说 那花能不能再大一点 能不能再精致一点 他们都吹毛球吃了 要他们再贴一个指甲贴片的话 我会觉得对他们来说 可能会觉得 那我做这张票就没有意义了 而且你出门还会忘了带 出门还会忘了带 因为这个贴片 它算是是也拆卸式的啦 在台湾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很多人都舍弃这样的贴片 直接彩绘上去 或者直接做水晶指甲 那当然啦 这样的商机 未来呢 有没有办法造福女性 相信可能还是会有一部分啦 好 不过呢 我们要休息一下了 稍后回到现场 告诉您 手机跟相机来个大PK 他们的画素相值 如何可以拍出非常好的照片呢 达人马上告诉你咯 休息一下 喂大利 意大利 喂大利 喂大利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点个话吧 为什么我们非得去 明明禁禁不可啊 因为 听说到你们正妹 正妹 他们都是一对一 一对一 他们还教你十种招式 十种招式 换装啦 买平板当神脑 让你轻松上手 十项全能 神脑真的好神 秘密经历 有卖IP秘密 新闻只有一个观点吗 数字只有一个意义吗 答案 就在我五四星观点 我是阿关 陈飞娟 国际大小事 我帮你解码 带玩导信息啊 我帮你发声 2月18号起 每周一到周五 晚上10点到12点 我在五四 三立新闻台 五四星观点 我是星观点 华流来了 华剧甜心 陈婷霓 从真爱找麻烦的宋艺杰 我跟你在办事好不好 到真爱趁现在的杨艺如 陈婷霓 窜红后的真心告白 就在二三月号 华流杂志 独家宋宁 真爱趁现在 珍藏剧照组 最朝最夯的养生密码 五只手指可以看健康 养生教主为您大揭秘 心肝脾肺肾 五行五脏怎么保养 梦里韭菜奇异果 速生步把UPUP好成果 食衣住行 居家风水 春夏秋冬 五色养颜 生活有道 健康有料 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有本事 那你用啤酒本事 接下来节目 我有实际的神经 你会说是 不管是手机上 接下来 你别玩过我就对了 今天不是价值的价值力的吗 那来合作吧 请锁定每周到周四晚间八礼拜 比赛科技大小事 交给Tenite 席个赞 华流来了 华流二三月号 伯克莱中文杂志 销售冠军 最红华剧 真爱趁现在 经典场景独家公开 跳漫吻戏 如此回顾 真爱趁现在 人气关键 完全解密 请锁定二三月号 华流杂志 独家证明 真爱趁现在 珍藏制造组 真爱趁现在 人气病情对界 挑战全台最低价 再抽长滩岛 双人来回机票 及真爱手环 请上爱买客粉丝团 欢迎回到3C1.0 那接下来讨论到的是呢 还记得您当初用的第一只手机 讲难听叫智障型手机 讲好听叫功能型手机 哇 这您姐的事情 我妈算不清楚 我第一只手机是 SOMI ARISON T100 但是阿达 阿达你人生中第一只手机 Q机是哪一只 MOTO MOTO 阿赫珍珍呢 也是MOTO 也是MOTO 那个时候都是MOTO独占的时代 谁想得到现在风声水起 MOTO推出了台湾市场了 对不对 好 但是呢 我们知道早期 我们的手机 连个相机都没有 而且相机的时候 一出来10万画素 大家小小 30万画素不得了 现在动则上千万 甚至Lumia呢 他在MWC 还要推出一个4100万的画素 不过呢 阿达来帮我们讲一下 我们这个手机相机的眼镜 好不好 我们透过电上这个画面 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 阿达我们来看一下 随着时代的眼镜 这是时代的眼泪 科技实在是 不停的在走动 阿达我们来看一下 好 那个早期的话 那个手机的照相 其实它只是一个 拍的好玩的 所以它那个画素很低 根本不能看 也不能说不能看 就是意思一下 我有拍照 好玩 但OK了 对 那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传那个NNS NNS那时候 那个行动流量非常贵 所以档案也不能太大 如果太精致 那个光传输费 就要你的命了 所以这样短小的 反而OK啦 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慢慢的相机的 又越来越 像素越来越高 然后那个就开始 慢慢强调录影 百万画素的那个 相机跟手机就慢慢出现 然后近期的话 比较重视像自拍的功能 近拍的功能 像因为我们要拍一些QR Code 像我们荧幕上面那个 右下角用的QR Code 对 连接到我们的脸书 对 你如果说你 那个没有近拍功能 那个根本就拍不到 没有办法 而且右下角可以就辨识文字嘛 名片的辨识都可以 但是呢 要问一下了 那么身为就是 测试过千万只手机的达人来讲 阿达 你觉得说你目前在讲用过 我们讲两只好了啦 所以拍照来讲最好用的你觉得 拍照最好用的话 传统来讲就是 最漂亮一定是讲Nokia 为什么 Nokia 人家就说它的相机 它不要做手机 它就做相机算了 这样子 它从很久以前 它新变都已经 不行的时候 就是靠相机在拐消费者来买 对 然后那个到现在 4100万画素的手机 对 Pure View 808 对 去年的 这一支也是它所开发的 对 然后 接下来 我觉得拍照还不错 像三星的旗舰机 对 旗舰机有都还不错 对 它拍照还不错 那但是对你这样讲一讲 阿温尼是前几天才发表的机皇 你怎么没有讲到 HTC它的传统来讲 拍照一直都不是很优 蝴蝶机咧 蝴蝶机就跟它的名字一样 有个胡字 所以拍照都胡的这样子 然后那个过曝 人家都说它光圈大 其实它是过曝的 那倒是贺珍珍来讲的话 你会觉得什么样的手机 你会觉得说拍照还不错 我觉得拍照还不错 我觉得是以简单为主吧 因为其实 因为我自己本身喜欢用iPhone拍照 iPhone已经成为 我生活随身机的一部分了 我觉得一个 我自己最喜欢用手机 我觉得简单最重要 反正你要拍更好的 你还是有不同的相机嘛 但是呢 我们的手机市场 它会不会压缩到相机的空间呢 下一张来给大家看一下 手机随拿随拍 我们刚刚贺珍珍就讲了 这个简单方面就好了嘛 而且可以及时上传 及时分享 而且APP有后置 带给阿达帮我们来讲一下 很多的APP嘛 主要是攜带方便 薄薄一只而已 那它会不会取代小相机呢 现在呢 以去年来讲说 它会压缩到的 就是以前差不多5000块 3000到5000块 这种小相机的市场 的确我买了一款5000多块相机之后 两年多都没有再打开来用过了 但是呢阿达我们来透过下一张来告诉大家 讲到后置方便就有一些滤镜啦 一些APP的功能嘛 这三个 介绍一下好不好 好 第一个是 那个很多女孩子喜欢的 叫Nine Camera 对 它就在拍照的时候 旁边就加一个可爱的Nine娃娃 而且对 都是她的可爱的 馒头人啦 熊熊啦 之类的 你还可以加字啊 yes no 简单的表示我们 那个时候情境的 那个 开不开心啊 诸如此类的 然后第二个 那个滤镜的部分是 那个Camera 360 这个的话 它在滤镜的部分 那个效果很好 对 然后第三个的话是 Instagram 它这个的话 它其实比较属于是社群类 但是它拍照的话 它是套滤镜 它虽然滤镜也是很多 但是没有 Camera 360多 最多的是这一块 对 但是它比较重点是说 第三个这一套的话 它是比较 有点像脸书分享机制 然后你分享完之后 全球的网友可以看 可以follow你 可以看你的作品 然后大家可以帮你 说类似像按赞 或者 所以它其实就是 Facebook 类似像Facebook里面的 这种扛霸子相机界里面 它已经被Facebook买了 而且现在还推出了 网页版嘛 对不对 让你方便浏览 只不过拍照的话 它还是要用手机来拍照 好 但是我们下一张 马上来告诉你的是 即使手机这么的好用 但是其实相机 能够做到的事情 手机恐怕还是 望尘莫及 从变焦 从镀膜 就可以看得到了 马上就要请达人 我们贺珍珍来帮我们来讲一下 而我们的下一张电视墙呢 可以看得出来哦 来我们贺珍珍请到这边来 我们就拿iPhone 4S的 这个Canon的S95来讲 我对这个型号不是很了解 高阶吗 它可算是 算是我们随身机 算是比较比较top一点的相机 它大概要多少钱 现在它 因为这已经两年款了 所以新款的 现在大概一万三 一万四左右就很难到 一万三 对好 那我们看到 它就是以它来跟4S来比较之下 如果只是缩图 如果只是缩图的话 其实你们看两张 其实不会差还多 想实在话的 对 可是最重要是 就来我们看下一张 放大来看的话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像那边 只要细节比较比较光环的度分 其实在iPhone上面 其实整个都已经糊掉 你已经完全看不出来 这么一层一层 对那边是一团 已经完全糊掉 甚至你可以看到 这边的灯 以及这边充值 在这地方 它连边缘全部都看不到 都一片糊掉了 所以说它其实原本 在放大再看的话 小细节 这只能够抽看而已 细看就有差 但我们看到下一张 我们一样 从下一张来看得到的是 看不出来有什么不一样 对不对 但是细节这一次 我们要告诉大家 是什么地方呢 最主要是说 如果只是缩图 看缩实到 真的都看不到差别 可是手机跟相机 最主要的差别 其实也是要放大看一下 里面的东西 漂不漂亮 所以说这样子看 实际上是不会差太多的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变焦 我刚才知道说 原来手机 这种数位变焦 跟光学变焦 是不一样的 我们如果下一张 来告诉大家说 如果说放大来看的话 一样的这个夜景 变焦的时候 来看到差别在哪里 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像101新衣商圈 其实这边都挂很多灯笼 对不对 其实你可以看到这灯笼 一个一个圆的形状 都十分清楚 可是如果说 你有手机放大来看 实际上它已经是完全运开 而且看不住它的形状 甚至它连这些灯 别远都完全糊掉 这是放大看 非常清楚的 那而且呢 除了说是变焦的问题之外 因为我们说手机 都是数位变焦 是的 然后呢 我们一般的相机 是光学变焦 那像画光学变焦 来讲的话 其实刚刚阿达也有补充了 阿达 有没有手机 它也有光学变焦的 有 以前华欣客有做过一款 不过它 它简单讲 它就是一个数位相机 然后电影也连一个智慧手机 那所以它卖得好吗 卖得不好 那现在何去何从 现在听说都只帮人做代工 继续回去做代工 这样子 所以说其实目前来讲 现在我们的手机 还是以数位的变焦来举多 是的 目前也只是数位 但是呢 其实手机跟相机 它不同也在于说 镀膜 对不对 所以我们看到下一张 可是这个镀膜 它到底是镀哪里 镀在哪个地方 像我们讲的镀膜 是主要镀在镜头上面 镀一些化学的材料在上面 它的好处是说 如果是我们进来到外面拍夜镜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路灯的部分 我相信每位朋友 拿手机照相很喜欢拍夜镜 可是你会发现 这边会有一条线 对 会有这样子穿的光影 会觉得好像是说 是手机的问题 甚至我有朋友问我说 他买到新买iPhone 5 他觉得很紧张说 我的手机是不是坏掉 他说怎么会有这个样子呢 我还在说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光影 是的 所以说你看一下 手机的镀膜品质 是非常清楚 这边光了 灯的形状非常清楚 可是手机这地方 已经画出一条线 这样子在照片上的美观上 是会影响到的 这样看起来 相机跟手机 还真的是没关系 不过我们过下一张 我们可以告诉大家 一连串告诉您 不同的场景里头 用相机如何拍得好 但用手机 还是有一些取巧的方式 以这个夜景来讲的话 赫生帮我们解释一下 夜景的话 用一般的相机 有什么样的绝招 其实我是比较建议大家 如果买到新相机的话 不妨是可以 就先用这种P模式 这个P模式实际上是说 我们只要控制相机 基本的简单 一两个功能就好 所以要注意什么东西呢 我会觉得第一个 你要先留意这个对焦的框框 其实每台相机 它半按快门 都会进行到这个对焦 半按快门 不要全按下去 轻轻按就可以了 轻轻按 然后这时候 它通常相机会出现BB声 或者是出现上的绿光 代表说你要拍摄 拍这一个保利百货 其实第二个 我会比较重要是 因为晚上比较暗 所以我会觉得说 其实相机下面 都会出现一个快门数字 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重要 是因为假如说 快门太慢的话 很容易因为手正模糊 靠到看不清楚 是在香港拍 是在南港拍 所以我会觉得说 像出现这个数字的时候 你只要留意说 右边这个数字越大 它拍速度比较快 比较不会拍 好像整个画面 像大地震一样 像是30秒之1 60秒之1 那当然还是 就是秒数越短越好了 所以这是我们刚刚看到 但是如果说 我只想用手机的话 可不可以拍出 好看的夜景 也是有配方 对不对 我们看到下一张 如果说同样 要拍夜景的话 虽然说画质来讲 还是有差 还是有些小配方 绝角教大家 其实手机的话 其实我觉得 大家不要 拿出手机就直接按 我觉得这样子 是有点可惜的 其实有些东西 是可以稍微注意的 因为我们手机是触碰式的 其实我觉得 如果看到这个夜景的话 我会建议说 大家第一次的时候 先用手指 先点一下这种 稍微不要太亮 也不要太暗的地方 但是如果说 你先不小心 也不去点它 你可能在点完 点完太暗 它在黑色天空 或是点到旁边这个灯 那有时候照片 又拍得非常的极亮 或极亮就不好看了 我真是非常惭愧 因为我之前 我完全没有拍照的时候 我想说 这个手按下去了 它就帮我拍照了吗 我不晓得 它按不同的地方 有不同的功能 按一下的 而且还要注意上 我按哪个角角 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关键 所以就注意到了 手指按到 你想要对焦的地方 其他的天空 黑色的过亮的地方 不要给它按到 按个稍微均衡的亮度就可以 均衡的亮度 好 那不过呢 我们刚刚聊完了这个美食 这个是夜景之后 很多人都会拍美食 阿达 自己平常拍照 除了自拍之外 最喜欢拍什么 当然是拍 吃吃喝喝的东西 对啊 而且是怎么样 人还没有吃饱 相机要先吃饱吗 对不对 播客习惯 就是吃饭前先让相机吃饱 对 然后人再开始吃 所以说就是 你就是除了说拍人之外 就拍相机 跟拍自己的女儿为多 对对对对 那所以说其实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看到 好多女生都去漂亮的餐厅里面 拍装潢 拍食物 再拍自己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是用相机的话 来怎么样用 实际上我们都很想去吃火锅 像冬天 很想去吃 可是有时候 你们大家可以发现 有没有时候 我们经常会发现说 明明很好吃的一盘火锅料 拍出来就严重偏黄 这好像变豆腐了 好像说明明很好吃的东西 被拍得很难看很难吃 所以我也觉得说 大家可以回去说 留意一下相机里面有个叫白平衡 白平衡 你可以留意一下每张照片 都有右下角 都有个不同的图案 你只要记得适当地去切换这个图案 拍出一个你觉得比较好看的照片 就像是这一张 你看白的白 红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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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 看起来就比较好吃一点 对对对 但是如果你拍成这个样子的话 你吃了三千块 简易盘的 看起来就跟三百块 好像去夜市吃的一样 所以说其实调一下 因为可能是餐厅里头光景的不一样 光线的问题 对 可是手机有办法 有这么多的模式可以挑吗 我们看下一张 如果说就是用单纯的手机来讲的话呢 这个诀窍也是有的 其实手机的话 其实我觉得 是拍美食的话 也要注意两个地方 像这张照片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说 既然是拍食物 记得请你用手指点你的食物 不是只是点那个食物 萤幕上面的食物 你食物上 你手机上还是要点一下 但因为我们是要拍它嘛 但是你也不要说拍太亮的地方 因为我觉得手机照相 基本上功能比较简单一点 你在点的时候 也不要点到太亮的东西 不要到 盘子如果是白色的 我们还是点菜色为主 尽可能像以这个来讲 其实我觉得 大家不要想太复照 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 你想要拍哪道菜 你就点哪道菜 就点哪道菜 因为相机它中间是相机 它是电脑 它不知道你要拍这个生鱼片 还是要拍旁边的杯子 它不知道 就是说不要偷懒 不要太相信电脑 还是点你要吃的东西 那为什么要选择 离我们比较近的呢 那假如说你离比较近的话 通常画面会比较好看 总是说这个地方 通常都是我们这样吃的时候 总是说主食放靠近我们这一边 但是如果说你点到这个比较远的话 你会觉得好像 现在手机也是大光圈的 如果你点到比较远的地方 会觉得好像 整门的鲍鱼色 生鱼片看起来不是那么清晰 所以对象还是很重要 建议还是抵我们近一点 会比较好看一点 要么你就自己移动盘子 不然就自己移动相机啦 好 再来我们看到的呢 就是如果说你的 那这个拍照对景 如果说是夜景也OK 这食物也OK 都不会跑嘛 宠物怎么办呢 阿达 你在拍的时候都拍女儿吗 对不对 女儿现在比较大了 小时候拍照的 你要怎么安抚她 其实因为小孩子很难控制 我的习惯就是拍一大堆 然后挑一张比较正常的 还好那你是好爸爸 你不会说站住 他拍出来每张都哭脸 对不对 可是如果说我们要拍宠物的话呢 相机的撇步我来教大家 实际上大家可以看一下说 因为说实话 宠物每个人都拍过 非常的不好拍 好难拍我都放弃了 就是到底你是要拍贵宾呢 还是要拍马尔基斯 基本上都糊成一团 其实说拍宠物第一个 你要先记得相机 有个叫做STV 这个功能叫做快门优先 快门优先 只要控制下面这个快门数字 调得够快 基本上这个宠物在摇头白脑的时候 你比较不会 在摇头弄出的时候 你不会看不错 它糊成一团 比较不会 那其实我觉得每次照相 其实相机跟手机 远离都一样 记得你对焦 要对在你的宠物的脸上 我觉得这还是重要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就是说 快门数字建议是八十分之一 要更快了耶 或者是一百二十分之一 因为要看 因为宠物它绝对不会听的话 就乖乖在那地方 所以说建议大家不要偷懒 能的话多拍三五张 因为就连是我 我这张我也是拍了十张 取其中一张 真的是这样 那但是对你来讲的话 你要怎么去控制你的宠物 你看你要对着 它总不能对着 把屁股对着你吧 你有办法控制它 就听你的话吗 很简单啊 就拿一顿鸡腿就结束了 对着你的鸡腿看 对你不见得给它吃 对 那只要它一直看着你 就最简单 就是要拍宠物的话 当然宠物比较简单多了 可是呢 如果说我要用手机的话 我拍我们家骷髅 每次拍的乱七八糟 还会有红眼 手机的话 有没有比较简单的配合 手机的配合 其实还是一样 我觉得手机最简单的方式 一样都是 你记得你的手指 还是要先点它的脸 可是有时候拍手 拍手动物的时候 其实用手机 我们可以单手操作 你可以边点的时候 你右边就拿一个 旁边东西 那边这样摇来摇去 它就一直看着你 到底要不要给它吃呢 就是那个注意力 这个时候 你这个时候手机 有很多功能 边点就直接先对焦 实际上记得点它的脸 而千万不要偷懒 就直接去点它的手 或是点到背景 这样子拍出来 照片都不会很好看 而且呢 脚还比脸更清楚哦 很经常会发生这种事情 那所以说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的 你在拍狗狗啦 拍小朋友啦 这种 一档一档 一丁一档哦 这种东西的话呢 要么你多拍几张 一连串拍几张 不然的话 拍个一百张连拍吧 一百张连拍 可不可以用自动的 就是设定连拍功能 其实很多相机的 那个APP功能 其实都可以 因为我觉得照片手机 很方便是拍的上传 外面有很多辅助绳子 像高速连拍 其实这张照片 我也是挑了三四十张 才挑到一张 它刚好全部都很清楚的 那有时候拍虫 会容易会有红眼蓝眼的 那个实际上 相机一面都要去设定 每个相机都可以 开箱要防红眼的设定 这个只要稍微 选一下就可以 其实很简单的 好 那我们也谢谢贺真真 我刚才看到呢 其实呢 我们谢谢真真 那我们刚才看到 其实呢 手机跟相机 它都可以帮你帮忙的 把相片变得更漂亮 尤其如果你只是 一样村的手机 也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啦 但是手机里头呢 除了拍照 当然还有很多的APP的功能 那待会APP4FUN呢 还要告诉您 今年的廉价特别多 如何用APP出去玩呢 我们待会也是 马上来告诉您了 先休息片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好所在 全新出发 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 以全新观点带您专业掌握 国内外房市脉动和讯息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 暗星城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逐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交房子 田大全 一次告诉你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 我现在趁现在 适得限量大抱枕 全台独家 现正热卖 赶快把我包走 详情取向爱买客粉丝团 醋跟红酒 你觉得哪一个会比较酸 当然是醋 醋喝起来是酸的 其实这个红酒 它的酸减值是更酸的 它的pH值是很接近我们的胃酸 特别是喝完 马上跑去刷牙那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你酸直过你的牙齿表面 你的法郎是被酸直过了 你马上又去磨耗它 摩擦它 它就很容易会脱落 局部的这个点状按摩 先疏通这个相关的肩络之后 然后我们在局部 用力地按压我们的下关穴 可以缓解这个牙齦发炎的状况 请锁定养生我知道 周周来报道 台湾好所在全新出发 台湾好所在全新出发 资深房地产专家田大全 以全新观点带您专业掌握 国内外房市卖动和讯息 现场直集 全台各地中古屋 按新成屋 审美观察 设计师帮屋主逐梦圆梦 不管你想买房子 卖房子 租房子 看房子 挑房子 田大圈 一次告诉你 请锁定三立财经台 台湾好所在 华流来了 华剧甜心陈婷妮 从真爱找麻烦的宋毅姐 我跟你才办到好不好 到真爱趁现在的杨毅如 陈婷妮 窜红后的真心告白 就在二三月号华流杂志 独家宋宁 真爱趁现在珍藏剧照组 欢迎回到3C1.0的节目现场 又到了我们APP4FUN的时间了 这么多的APP 现在大概已经要破上亿大关了 不过有些APP 可是我们国人自己研发 而且连这个Google的斯密特 都点头称赞 我们现在欢迎我们刚刚加入的来宾 我们的郭建甫 Jeff大哥 好 在我们在欢迎他之前 要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台湾非常有名 而且已经获奖无数 获报无数 他们自己称自己是什么先锋 创业先锋 创业先锋 他们自己开发的这些APP 非常的受到国内外各大厂商 或者是各大这些大头 科技大头们的赞赏 不过现在找到获利模式了吗 没有创业团队 在一开始就找到获利模式了 而且要说的是 没有创业团队 在一开始就想要找到获利模式 这个创业码来讲的话 讲钱多么的那个 对不对 总之呢我们欢迎Jeff 本身也是一个APP达人 对不对 是 好 那接下来问一下阿达 阿达你自己看过这么多的 这样子APP的创业 他们的起起伏伏 你觉得关键是什么 重点就是说 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 对 有没有切入到 一般人使用 就常用的东西 你像游戏的话 游戏会退烧 愤怒鸟会退烧 对 更会退烧 但是常用的工具 你可以看一个工具好用的话 它五年十年 二十年都还存在着 所以说 而且它钱一直收 一直收 那当然是希望到后来可以有 不断的 money money来了 但是Jeff 那你们来讲的话 你们有做到像阿达这个样子的模式吗 就是这样子的功用吗 你们锁定的是什么 要不要先自己介绍一下 OK 好 那首先就是我们 我们公司叫 走着巧股份线公司 所以我们一开始就是锁定在 这种智慧型手机上 我们希望做出 人们每天都会用到的功能 所以我们一开始的一个idea就是 一个号码打来 其实我们最主要就想知道 这个号码 它究竟本身有什么意图 所以我们一开始做出来 这是谁的电话 对 对 这是谁的电话 那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直接拿到Google去搜寻 就我们那时候就想了一个idea 那为什么不在电话码来的时候 我们就马上去搜寻 对 就当初我们其实做了一个非常 简单的产品 然后它长得还很丑 我们就把它丢到全世界 就没想到就慢慢的就红了 红了 因为大家都想知道说 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 像我就 我那时候第一次认识Who's code 就是你们的产品 这款APP 免费APP的时候 没有任何人推荐我 我就自己在想说 我到底 我反而想说 我想要挡的不只是黑名单 我想连简讯都挡 现在呢 如果你在 比方说上是Emo 你中华电信的话 你得花一个月三十块钱 它可以帮你做到来电黑名单 货率 简讯能不能挡 不行挡 但你们可以做得到 这是为什么 原因是我们团队 很专注在智慧手机的开发 所以我们很理解说 怎么在通讯的这一端 那去不只是通话 那去连简讯 那我们甚至连简讯的内容 我们可以设定一些关键字 比方说设定像是银行 行销 对 然后是特定的字眼 我们就可以拦截这些资讯 然后再把它挡下来 所以说这个不只是挡住 某一个黑名单手机号码的简讯 特定的这种行销的类别 你不想听到的 比方说 挡啊 很久没来的这种 通通可以把它删掉 对不对 挡住 没错 但是现在来告诉大家 就是今年有没有发现 放假是好多 Jef你在这个过去九天里头 你玩了什么 其实老实说 我是个很宅的人 所以在过去九天 我玩了很多的咖啡厅 玩了很多的咖啡厅 那女仆们有被 没有 所以去咖啡厅里面 但是还是享受 就是在这种电脑的世界里头 那今天来跟大家讲 就是说呢 今年呢 我们的连续假期非常多 你看228来了一下之后 马上要清明节 大朋友小朋友都很开心哦 不过呢 要好玩 打发时间的话 有一些APP的一些应用程式 是可以帮助我们的呢 Jef马上到这边来哦 我们要跟大家介绍 几款还不错的一些APP咯 那首先呢 来跟大家讲的 包括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好 我首先先介绍一个 基本上 我个人认为 它在界面上 是非常杰出的一个软体 它叫做Pinko Pin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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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你可以看到 它会把你 所有朋友 Facebook 上面的大卡讯息 对 全部都整合在这边 是 对 那我们原因是因为 我们都知道 我们大家在出外旅游 或者说去找这些餐厅的时候 最信赖的就是 朋友推荐的资讯 所以我们可以举个例子来看 像这个高级餐厅 那我们点进去的时候 可以发现到 哇 你这么多朋友都去过 对 看来台湾好像不太景气 但是高级餐厅 还是这么多朋友可以去 而且你不只是可以看到 朋友去过 所以可以信赖他 你可以看到 对应很多网制上面的资讯 是 那甚至包括网页上面的一些 大家对他评论 你都可以一目了蓝 所以说过去的时候 我来给大家举下 这不同地方在哪里 过去的时候 我想要去探索厨房 但是没有这个钱 如果我想要去的话 我可能Google一下 就有很多 一些各种爱评网 各种部落客出来 但现在呢 我用手机这样查的话 多类功能 就是你有哪些好朋友 也去过 这种口碑 还有信赖的建立 是比较不一样的 那还有呢 那再来就是 当我像 现在我来到电视台 那我就不知道说 就像刚刚讲 我喜欢逛咖啡厅 我想去喝咖啡的时候 但我又怕碰到地雷 碰到地雷 我可以探索这些店家 那我主要就是看 我哪些朋友去过 所以像我这样一过来 我可以马上知道说 哇 原来这附近 有这么多的咖啡厅 连我都不晓得 这附近有这么多咖啡厅 回来是咖啡达人 像这些咖啡店 你就有蛮多朋友已经去过 甚至还有人是 对不对 所以我就马上进来 那我可以看一下 这些朋友去过 而且甚至他们曾经在这边 留过一些主机 照片等等的 我就可以做一个 初步的筛选 然后再决定 我要不要请我拜访 所以说等于说 走到哪里 就可以问到哪里这样子 而且都有朋友的信赖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PINCODE的部分 这是PINCODE的部分 为什么要取消PINCODE 我们一开始锁定的是 我们做的是电话号码服务 对 所以我们想说 当你想要去找一个号码的时候 我们用就是PIN这个单子 因为就像Pinterest 把信取盯起来 那你要去摆个餐厅 摆个电话盯起来的时候 盯起来的时候 锁定的时候 对 好 那我们看到 在PINCODE这样介绍完了吗 其实它有一个很有趣的功能 对 赶快分享一下 我的最爱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是 像我所最擅长的咖啡厅 牛排馆 生鱼片 你就看到我在这边 做分别累积了许多 我可以自己建对不对 对 我可以自己把这些店建立起来 有一些未来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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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这样就锁定说 像这一位正妹常去outback 我以后可能就 常去outback 这样子 OK 可能每天都去 不过这个正妹 如果看到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这个老修的意图是什么了 好 OK 看到了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 PINCODE的部分啦 它是跟之前的搜寻的美食 不太一样 因为阿达其实呢 在市面上 那个美食搜寻的APP 也很多嘛 对不对 对啊 像那个 若是想 那个电视美食 有一个软件 也就是电视美食 对 对 或者是像说 那个 另外一个套案 叫Dito Win Dito Win 它也是满 满不错 是一个学校单位开发的 我有帮你给我介绍 它那个 在资料库方面也做得不错 那还有就是 像是 Mobile 01 是不是有出一块 Mobile 01 有出一块 豆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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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那个 它都是那个网友 他们那个美食版上面 大家分享的 然后他会把 它那个区块的 依照你所在地 然后把 像图针 钉下来 然后你可以去 我附近 有这些 灵异的网友吃过 对 他们也是 但是他们否的人 是在灵异上面的网友 但是呢 我们刚看到 Pinko的部分 就是你自己的朋友啦 对 不过那当然 也要朋友够多 你的对他辈子才有用 不然我没有朋友 走到哪里去 都没有人推荐 对 那接下来的部分 还有呢 好 那接下来 我要介绍这个软件是 过年时候 廉价的时候 你已经知道 有一个餐厅 你想锁定去了 对 那接下来你要开车 怕的就是塞在半路上 对 KNY 它是什么的缩写 为什么叫KNY KNY是一个叫KENNY的人的缩写 哦 他自己的名字挂上去了 对 对 那为什么 那为什么你们当时 在创业的时候 Whose Code 为什么就不要讲 这是Jeff's Code呢 Jeff's Code 因为我们是个Team 好 好 这不能够自己挂大 对 没错 你们看过他有什么样子 看起来还蛮不错的耶 没错 他这一个APP进来 好像是好多的APP 整合在一起 这算是国道大官员 他把所有国道上 所有资讯放在上面 所以说你上了 他说你可以发现 有什么样的状况呢 包括说景广上面的讯息 对 他会把你从网路上 直接抓下来 然后放在你的手机里 那不过当然开车的时候 我们是不要来看这个APP 副驾驶 副驾驶 可以帮你看 对不对 对 所以说我们一开始查 每次都一上车 我爸爸就问我说 景广第几台第几台 不用找 直接看这个 这里也有 因为你看 像你刚刚讲 景广第几台 你可以从这边 直接去收听它 那再来更厉害的是 对我们一般人最实用的是 我可以看每个路段上面的 行车的速度 速度 然后它是最及时的 秀给你看 那我看一下 来往上看一下 这都是绿色 为什么这个是红色 因为它是个收费站吗 对 它是个收费站 就是这样子 所以它这个还是有些功用 帮你这个调到好 旁边这里就是它的这个速度 对 好 及时路快 那什么叫做 即时影像 对 这个即时影像的功能 其实蛮有趣的 你现在看到 这个部分 它就是现在 在高速公路上面 摄影机所看到的部分 那就我所知 就是这个作者 KNY本人 做一件很无聊的事情 对 对 它就是过年回家的时候 它用这个拍了 它自己的车尾灯 然后投到Facebook上 就很骄傲说 它从国道上面 看到它自己的小白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 蛮有趣的用法 好 我了解了 我了解了 对 用副驾驶来做 对 如果说你要是觉得说 用这样可以记录你的行踪身影的话 怕人家找不到你 怕自己成为失智老人的话 用这个随时记录啦 好 如果说是你的话 就 看一下Jef的车在哪里 它可能要对半天吧 那还有呢 我们看一下 它这个是怎么样呢 分别就是国道1号 然后2号 3号 上面那些即时影像 对 对 对 那当然如果说要是 对记者来讲也很有用啊 常常接到电话说 哪边哪边出了什么样的 这个火烧车什么的 马上透过这个来看 马上透过这个来看 就可以来做一个连线了 对 是 那来另外再多 多帮我们介绍一点好吗 那再来就是像包括说 它也可以 像刚刚我是直接从它的APP里面 去点到应用商店 对 那因为这个作者本身 它有很多其他的应用程式 所以它APP里面鼓励我们 去下载它其他应用程式 像这边就是即时路况图 可是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对 我们刚刚看到的是 那个整个的车流影像 对对对对 那什么叫即时路况图啊 可不可以讲一下 它这边就是可以让你看到 就是现在全台湾 那所有这些国道 它的一个资讯可以一目了然 对 所以你就会知道说 哪个部分可能什么地方是热点 然后现在尽量不要靠近那个地方 所以我想想我猜一猜 红色的地方应该就现在 就很塔的地方嘛 对 是吗 是这样说吗 这个绿色的 就畅通的地方啦 是 所以说你要是不想要 就是去看那个影像的话 对 我们用这样的方式 对 没错 就事先先锁定说 我干脆到南部玩好了 因为看来是一片畅通 这个 好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对不对 看哪里绿就哪里去 那还有呢 那再来就是 其实它对于每个交流道的讯息 也都是非常清楚 所以从各个地方 你可以直接去锁定交流道 来看它一个车流量 然后再来还有包括说 服务休息区 同样的它这边也会有 相关的资讯 最近的最远的 对 离你最近的最远的 对 所以可以说是 整个国道的达人就对了 好 那讲到这个的话呢 来问一下阿达 阿达 我们上次有聊到 这个Google Map嘛 它好像对于这个 车流量啊 这个拥色的状况 它好像也是有做过 颜色这样的区别 那你觉得这套软艇呢 它跟Google Map 当然这个它不是在做导航用的啦 但是它对于我们这样子 开车的这样的使用人士来讲 这一款它的好用的地方在哪里 它其实最主要说 因为Google Map 它的交通流量的那个 是有点预测 预测的 对 它是预测 根据我自己实际上开的感觉是说 错误的比例还蛮高的 有预测就有错 对 对 以KNY这套软体来讲 我是觉得它方便的是说 你可以在上路前 就先掌握哪个路段塞 我们就 在规划的时候 我们就避开那个路段 这是一个事先规划的东西 原则上 你到高速公路 发现塞了 再打开它已经没有意义 这样讲到也不对 如果直接在高速公路上面 再会再打开 那想后退也没有办法了 好 但如果说要出去玩的话 还要有什么样的APP呢 我们推荐一下 有什么 那再来就是说 像我刚刚讲的整个年假 那你会打电话给很多 像是咖啡厅 餐厅 去做一些定位 那这时候 因为这些电话 你不会常常存在你的手机里面 对 是 对 因为可能一年用不到几次 这时候就是我们的 王牌武器出现了 王牌武器 尖锋武器 尖端武器 好 WOZCO 创业先锋 对 也是让大家来看一下 对 如果说呢 这个是我们一进来的界面 这个样子 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它一进来的界面 它的主轴就是 陌生号码 也就是你完全不会认识它的 所以你其实就可以看到说 打来的是花旗银行 还有包括说 我去吃顶王麻辣锅 那很多人 对 对 所以我先去溜达一下 它打给我 我可以知道说 原来是我定位 可能排到我了 对 因为通常我们就定位的时候 它都说 这个Jeff 你的电话给我 它不会把他的电话给你嘛 对不对 没错 没错 所以说其实它这个陌生号码 就是说呢 它是没有存在你的通讯里面的号码咯 是 所以你可以看到说 像刚刚我们所讲的一些情境 当它打给你的时候 还是说你 你出去玩 那订单 那甚至是 你订了饮料它打给你 其实你都可以一目了然 就是说 像这个是我订了饮料 那它其实送到公司的时候 打电话来 其实我漏接 我可以知道说 可能下面有人正在等着我 这样子 OK 而且来看一下 我们刚刚呢 在这个武材这样点进去的时候呢 基本上它就是把网路上面 有揭露的这个资讯 它通通放在里头来 也因此呢 像是我们刚刚看到 上一页那个银行啦 什么的 你要是知道说 这个默色号码 要接好不接好 有时候都很担心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号码 其实蛮有趣的 而且甚至怎么样 还会有人来做评论 对 甚至它说 银行钱太多要借你 对 那像这样的电话 它就会被很多网友所回报 那它就慢慢变成说 这可能是个推销的电话 对 对 可能是个推销的电话 因为呢 之前的话 我们也会看到说 像这样子的这个 比方是这个号码 我可能就是 它在网上没有这样的讯息嘛 我一直以来说 发现是诈骗的 我还可以做一个及时的回报 我补充资料在上面 对不对 那另外呢 那另外包括说 像刚刚我们聊到的情境是 我想要去封锁一个电话 或者是一个垃圾简讯 对 那你可以进来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 你可以设定一个黑名单 那这个黑名单的地方 你可以去针对特定的号码 去做封锁 然后甚至说 像我们现在其实一个 诈骗的源头就是 它电话码其实是假的 假的电话码 它是变造的 它前面其实会有一个 加二开头 对不对 它会有一个加号 它就不是一个真实的号码 这个Jeff倒是教了我们一课 所以像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防止诈骗 对不对 帮小孩装 对 然后还有包括说 我可以设定国际电话 甚至未显示号码 对 我就根本就不想去接这些号码 当然因为现在智慧手机里头 当然也会有一些 可以帮你做这个设定 黑名单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 简讯的APP 它能够帮您做事的这个东西 还更多了 对不对 没错 而且还有什么 我们可以再来详细介绍一下的 那其实 整个Husco最神奇的地方 其实在电话号码打来的时候 它可以花一到三秒的时间 马上去帮你揪出 这个人究竟是谁 所以像我举个例子 像我来模拟 他电话号码打来的时候 其实像这样 电话号码打来的时候 你可以马上看到 原来是鼎王打给你 对 你看在打电话的时候 在打电话的时候 我自己本身就是使用者 马上 他想说是谁呢 是哪个好看 结果一看 XX电视台的记者 所以马上就知道 这个要不要接了 对不对 没错 那目前这个来讲的话 也是被斯密特 就是点头称赞 那这一款的话 在台湾目前来讲的话 我们下载的地方 是哪个国家比较多 现在我们的app 其实蛮有趣 就像我刚刚提到 我们一开始就把它丢到全世界 对 就我们后来发现说 除了台湾之外 在整个中东 对 我们也是非常popular的app 中东啊 对 然后还有包括说 像是日本 对 韩国 以及美国 其实都是我们下载量 蛮多的几个国家 这样子 OK 好 谢谢 不过我们刚看到 今天的请来了 走在浪潮尖端的 这个团队之外 也要感谢阿达 来为我们做出 他精辟的解析 今天没有把他骂过 下次再来 好 那我们下个礼拜 我们的3C点灵 再跟你分享更多 全球第一大矫正镜片公司 法国一世路 推出新一代钻截镜片 一 防火水 二 抗灰尘 三 抗油污 四 耐磨损 五 抗反射 再加双面防UV 清晰防护5加1 钻截镜片 来自法国一世路 好听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只听 思思解痛 加强定 会大力 意大力 会大力 会大力 水啦 Is it good to drink? 你点我看你吧 头痛 永思思 美国进口原料 最新peace 认证通过 会退休 会只听 思思解痛 加强定 88路线禁赞 本车开往海铺大道 第二杯半价 一共80